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陽風 紅有雪 風無限時花幸福 也是人間 各位尊敬的長輩 尊敬的老師 午安來到下午了 午飯過後來到第二個環節 在座很多位都是 父母都已經成為父母 我們作為父母 就是自己小朋友的第一任老師 也是自己小朋友的榜樣 好像剛才我們聽完潘導師的課 一樣的小孩子 就是跟著父母 父母怎樣 那小孩子就好像白紙一樣 就抄了出來 是不是人人都懂得做父母呢 其實都是一路學習的大家都 以下下來這位老師 就是從一位什麼都不知道的家長 到認識了聖賢 然後將聖賢弟子規 導入家庭當中 力行辭職的菩薩道 有請周欣平老師 有請周欣平老師 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叫做欣平 師傅貼了我的法號 叫我維平 我比較簡單的自己 介紹一下自己 小弟自小讀書多 實識自小 教育水平高 我看水平不高 但是文化就低 那樣 考試呢 我就科科得一百分 但是遇到疫境的時候 就零雞分 那怎樣說起呢 就是讀書多 因為我看過很多書 但識自小 因為按提頓轉 橫畫頓撇 我都不懂的 那 就是說現在畫下畫下 都是比較 其實我連筆畫我都比較差一點 那教育水平高 但是我文化低 因為我從來都不知道 我文包呢 從來都沒有代付母的張照片 更加不知道她的生日 那話說呢 我女兒 以前小時候 她生日呢 我多數都是買個蛋糕 跟她一起慶祝 生日快樂 但是 原來認識到聖元之後 原來是 當小時候沒有錢的時候 爸爸呢 就出錢先 出錢和小朋友 一起去買蛋糕 一起去買蛋糕 是要謝謝媽媽 要教她 謝謝媽媽 因為她生日的時候 一半隻腳踏入了鬼門關 所以 她在文化上 其實是 真是 教育水平就高了 真是文化就低了 那 科科考了100分呢 因為很簡單 ABCD 你不懂的 亂抹下去 硬有提中的 這樣 很好運呢 那就 拿到的分數就很高了 但是呢 但是 遇到一些人生的挫折 和一些問題的時候 都不知道怎麼面對 只有發脾氣 只有發脾氣 還有 藍士的張耳 蓋上頭睡覺 讓事情就這樣過 其實蓋上頭睡覺 事情是不會過的 一直是會等你的 這樣 怎麼說呢 其實 我認識大指規 都是從你們身上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我在 我女兒出生的時候 那時候 剛剛做了爸爸 我做了爸爸之後 我在想 給他什麼 是最好的 那 是不是那些S26奶粉 是不是 奶粉 是不是 尿片 那些物質上的東西 都容易 都容易解決到 那時候 總是想為 什麼 當然 做得有緣 做得一個父母 當然是想給他最好的 但是那時候 在想的是 什麼是最好的 那時候在想的是 是否迪士尼英文全套 還是那些小黎為雄 還是一些坊間 那些整套 買完一盒 就一萬元 女兒 你跟著來讀 可以的 爸爸 爸爸辛苦點 出去賺錢 都是要為你 做一套這樣的東西 這樣 但是 在心裡想著 未必是最好的 那時候 香港 那時候 還沒有 第四規 比較好 薄弱 那時候 當我有這個動機 在想著 什麼是 比女兒最好的 那時候 我就在上網搜尋 什麼親子教育 那時候 認識了四個字 就是聖賢教育 聖賢教育 好了 認識了聖賢教育之後 去到 看看 然後 不如 在網上看得多 都不行 不如去 去那些中心 去認識一下 這是什麼 那時候 還沒有 三部中心 這些地方 那時候 香港是比較 貧乏的 國內 開始有 聖賢教育 和爭執 貿然 去到 一個山卡 一個小區 一個 二樓 一個平台 其實進去 都是漸漸黑黑的 不知道 會不會被人 撞到一頸血 還是被人 裝了進去 去到那裡之後 初步認識了之後 第一次認識了之後 然後 知道有弟子規這件事 我說 好吧 不如學了弟子規 拿回家 原來 那時候 踏入了一個 不歸路 這個不歸路 其實現在 很甘願地走 因為他每一次 他都是星期日 辦弟子規 教學 那時候 早上八點 就去到 五州賓館 那裡 早上兩天 要到六點多 就要 開始去那裡 持續了 兩三年 其實兩三年 都做了什麼 其實兩三年 我們其實都和大家一樣 坐在陶正經經 坐在後面兩三年 在聽著聖言教學 和每一次在讀 那些弟子規 和諸子子皆戒然 那裡 足足呢 就坐了兩三年 那當然 每一次都是有喜悅 和有得著的 那 那 讀了兩三年之後 那就是 嗯 當然 每次讀過之後 都會將一些東西 其實是 一些的 老人 其實初次的認識 就是 是一些老人家 長輩 一些的警示 的方言 是告訴你 一些東西 但是老人家 和長輩 告訴我們 都是一些很零碎的片段 那原來我讀完 那我讀完 之後呢 原來是一個比較整套 一個比較 比較處世的 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那 就 我讀完之後 那我就叫 我太太啊 和我女兒一起去讀 那是 其實是不容易的 因為 當你讀過之後 你讀得多好都好 然後你回到家 太太就 什麼來的 先讀一篇 拿一本 遞子規 先讀一篇 而且 那時候 那些遞子規 是國語的 作為一個廣東 作為一個廣東 去那邊讀 是比較 比較困難的 那自己 自己 要讀 因為想兩個小時 你又想帶入家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 讀完兩個小時之後 你知道他有幾好 然後 再回到家 再讀 那回到家讀呢 那 他們有功課 太太又有工作 你叫他齊心讀 就很困難的 那各位老師 講得好 你就當 隨便一本雜誌 放在桌上 學習的時候 你就不要要求他們 學習 你自己學得了 他自己 第一件事 不起一個反感的心 爸爸讀 爸爸讀 15分鐘 到20分鐘 那時候我讀不入 因為國語又難讀 然後 又 走了之後又沒有老師了 那自己又要出去 去找 那些 那些教學 光碟 那時候沒有那麼流通 就拿回家 慢慢讀 都讀了 大半年了 自己的習氣又多 一讀的時候 看事情是甚麼 當然你黑眼睡 因為你要上班 上班之後 吃完飯之後 你又去讀經 讀經 那些情況 三個字 三個字 其實很朗朗上口 但是頻率很定 讀到下一本 其實又睡著了 這些字又是古文 又是三個字 三個字的文言文 其實自己都未解決 他的意思是解決 其實你讀完之後 原來真的 除了今早老師說 是很有一個智慧 有結晶之外 原來三個字 已經等於外國人的一本書 這樣 一邊播放 一邊看 然後又一邊黑眼睡 都很辛苦 都讀到進去 那時候 他叫我們去讀第指規 其實 你不要逼子女去讀 你自己去讀先 你讀完之後 那些子女 他沒有事做 你霸了電視 你霸了電視 他播了甚麼 他就逼著聽甚麼 但原來有個好處 當你跟小朋友 一起去讀的時候 原來你跟他有一個 共通的語言 不是粵語 不是英文 亦都不是一些 甚麼 但你跟他有一個 共通的語言 分享一點點 就是當我女兒和兒子 喊吵的時候 喊吵的時候 當然他們有 他們喊我們也不過問 但是阿魯霍面 他們是說一句 兄弟母孝在宗 這是第指規 其中一段 兄弟母孝在宗 他們已經有了一把聲音 就傳到他的老奴 他就知道 他有些事情 原來是 要孝順爸爸媽媽 兩兄兩子弟 不吵架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 孝順爸爸媽媽的表現 那 那 講多一點 一個笑話 因為我讀的時候 是遇到很多問題 有三個字 叫做 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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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用白話說 你回來 知道嗎 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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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就完全能夠步入弟子規了 那時候兒子出生了,叫他講國語,他不講 爸爸說不得了,我帶你去補習吧,不用 叫他也不肯,我們一起讀弟子規 今時今日,很多師伯師師姑見到他 為什麼你國語這麼好? 在國語之中,當你讀的時候已經練了一些本領 不如先簡單一點,由一個懵懂不知的家長 去到一個爸爸之後,學大家做一個學生 坐在這裡,坐在這裡之後,學了兩三年之後 其實弟子規入了我家之後,我整個家裡只有兩個字 和諧,真的和諧了,不是真和諧 和太太,是沒有吵架的,那個方向是一致的 在小朋友遇到那個困難的時候,教育上的問題的時候 很多都容易應人而解的,好像大家都一樣 經常要小朋友聽話,我從來都不要小朋友聽話 我要他生性就可以了 所以我要小朋友,聽話,聽話 如果你不在這裡,你不說話的時候 我們要祝福他早點生性 這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來自一個家長,教育水平不是很高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今天我主題 一個還我父母本色 這個還我父母本色呢 就是做回爸爸媽媽應該要做的事 這樣就很麻煩下一張 好了,這個第一聲呢 其實當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是小朋友 你覺得他聽得最多 和聽到第一聲是什麼呢? 可以發表的,大家可以輕鬆些 如果當他第一聲聽到爸爸媽媽說的 你覺得最多是什麼呢? 現在這些小朋友 好像五歲,六歲 他最多聽到一句的聲音是什麼呢? 很乖的 很乖的,是,這個對 很乖的,很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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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對 我們師父經常說一句 他說 不是因為你的小朋友優秀你而才放下 是因為你放下之後 你的小朋友才更優秀 反過來,那個想法 就不是他聰明你才去放手 是因為你放手 你培養他放手之後 你放手之後他才更加優秀 好了,那說回第一聲 師兄下一句 下一句 下一句 其實呢 現在的小朋友最多容易聽到他 快點 快點 回來 做功課,做功課沒有? 做完功課,快點去洗澡 快點換衣服,洗澡 對嗎? 出來換衣服 然後呢 撿書包 快點,撿完書包 就上床不教了 之後起床之後呢 快點,快點起床 撐頭四面 不要遲到 遲到,待會就回到學後 快點 那 回完學 回來 又是快點,快點做功課 快點吃飯 快點洗澡 快點 那其實呢 做小朋友呢 現在做個父母呢 最多是聽見快點兩個字 那有一天,兒子問我 爸爸快點,快點到什麼時候 快點,你也有個位子 快點去到 快點去到 快到你也有個案 你也有個目標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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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是啊 他突然間叫 讓我想起這件事 其實 我們那個快點 在某程度上 都是受社會的影響 怕什麼 怕晚 怕輸在 輸在什麼 好,謝謝下一張 下一張 向下 對 父母上任證 對 不好意思 他想起這件事 就是 快點快點 去到什麼時候 我突然想著 對 其實我們 生小朋友 很容易 其實都是 沒什麼預算 但是 現在很多事情 都有 一個證書 即使你入地盤 你也有證書 你要做律師 你要做會計師 你要做醫師 你要做老師 大部份 不要說大部份 香港都是很需要證書的地方 但是 做父母 需要不需要上課 當然要 認識了聖賢教學的 就一定要需要 但是 那時候的懵懂 我呢 生了 人家說 放在地上 就自然曉董事 我都很想 放在地上 自然曉董事 阿爸 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那時候 我只知道 原來做父母 原來 都是要 拿證書的 但是 不是 現在要考 一些 醫生牌 律師牌 其實我們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拿過父母 上光證 那怎麼辦呢 沒有父母 兩個上光證 那就 好了 S26奶粉 就給完了 公書教學 都大了少少 怎麼教他 就好 那就 學下一張 好了 那時候 是不是深圳 有一套叫做 起羊羊羊羽灰太郎 那時候 起羊羊羽灰太郎 我請問 各位 大家 發表一些意見 請問 當你的 子女 大了之後 你想他做羊 還是想他做狼 是狼 有誰 有人回答 那 羊的 就是一個比較 合群的東西 但是一個會被 被人侵略的 多數就是 弱者所辦的 那狼呢 就是多數是攻擊人的東西 攻擊人的動物 是不是 還有一個侵略性強的 那時候 不管是起羊羊羽灰太郎 那當時 那位 老師 都問 請問 如果你的子女 經過你的 悉心的教導之後 他又出來 你想他做狼 還是想他做羊 兩樣都不是 兩樣都不是 但是 有些人就是 兩樣都不是 因為他想他做 做 這個 這個 其實 好 問過很多大學生 你都知道 出來社會之後 你想做狼 又想做羊 他答公眾的時候 我當然想做羊 當然 如果他心中 自己想 我當然要做狼 他當然要做主導拳 好 當大家都 投入我這個問題 那時候 其實大家都中了我的計 其實 不做狼 又不做羊 我們只做 四人櫃下張 只做人 優良 只做一個優良的人 只做一個優良的人 只做一個素質好的人 因為當時 你想想素質好的時候 你觸碰到 你不能夠量化 怎樣為之一個好素質的人 讀書 我能夠有分數 考試 他分數能夠好 但是如果想做一個優良 有品質的人 有品格高尚的人 其實很難去量化 很難去捉到 捉到 那個 實在的東西 好 下一張 當你沒有了 那些人的時候 你就變成這個了 優 就你優了 優到 優到 嚴不落 優心 優心 因為這個優 和剛才那個優 是中間 其實只不過 沒有了一個簡單的 邊旁部首 而這個邊旁部首 在寫無筆字來說 筆數最少 但是值得是最難寫的 好 下張 麻煩 就是這個人 原來這個人很決定於 你家裏是一個優秀的環境 還是你優心的家庭的環境 當然 因為你的子女很遠 會不會很影響你整個家裏的氣場 在這裡分享多一點點東西 我欣平自從 懂得弟子規 認識佛學之後 開始有法院 在家裏的針板 從來不切肉 當我不切肉的時候 那時候我整個家裏 在和諧之中 隨便再加一個和諧 如果小朋友 真的未能夠完全戒斷 如果你出去吃飯 就不要便宜他 可以的 但家裏的針板不切肉 風水路騙你十年八年 你回去嘗試 就不會了 好了 所以這個人很定 家裏的優良環境 一定是一個優心 優道 優道也都落在的地方 好 下一張 現在這個社會 大家都中了這個緊箍咒 這個 贏在起跑線 是嗎 是 人也起跑線 不管幼稚園 和奶粉 和其他一些 教學 其實都 不要讓我的小孩 讓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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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在起跑線上 這個其實 都是 都是一個 一個文化的鼓吹 贏在起跑線上 其實當你 當你進入中風的時候 你會很不惜 你的時間 你的金錢 你的代價 就是 去追 這個 因為你真是怕 怕輸在起跑線上 特別有人說過 中國人有個問題 巴士來到 巴士空 兩個人 上巴士的門 會打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巴士空的 走過來 當我站 兩個人上巴士 兩人都 我不輸給你們 不輸給我 裡面這麼多位 那是要答他 那是要答他 那是要第一 我不輸給你 所以 有這個問題 好了 贏在起跑線 其實後面有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我一直發覺這個問題 我一直提醒我自己 提醒我自己這個問題 好 師兄貴下一張 書在終點站 書在終點站 其實大家今天過來都知道 有一些東西在學校教到 但是在家裡的情況 如果不做好自己的本分 那會很容易輸在終點站 可以今早搬老師 你不聽他 說他會跳給你看 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還有很多事情 就是他叫單 他叫貨你買單 有很多事情就是 他說他做了 但是 會最後賣單的就是 爸爸媽媽 因為你們不忍心 這個就是 但是從來廣告 不會說這個實情出來的 書在終點站 所以我們這一段 不斷在提示活學 在這裡認識這個終點站 終點站的重要 甚至有些未去到終點站 本土 其實都已經結束了 因為 開始在學校那裡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都好識的了 見人講人話 見鬼講鬼話 見老師就講老師話 這個是生存那個 生存之道 但是最慘的問題 他連自己都忘記了自己是誰 那你說他 他贏就贏在表面 但是輸就輸在自己 連自己都迷失了自己 是一個怎樣的 一個一個的人 那變了是 變了是他會 但是 很多家長不知道 也會很讚 很讚自己的子女 但是 更甚者我都見到 會去到那個精神狀況有問題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我有些師兄姐 她是在青山醫院那裡做的 做一些工作人員 她曾經跟我說過 喂 師兄 你猜一下 下午四點鐘 多數過來覆診取藥的人 是哪些人 她給了一個答案 她都很震撼 我說不是那些 四五十歲的那些中年男士 中年男士過來拿藥 過來覆診 他說 其實不是 最多的是學生 在這個中數放了學之後 過來覆診 拿藥那些 一些是老師 一些是學生 所以就是說 難聽說 其實這個烏煙障害的世界 都是我們大人做出來的 我們直著 我們現在學習這個聖言的教學 我們將這個烏煙障害的地方 儘量能夠淨化它 所以在小朋友那裡 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個書在終點站 其實我們在很多的觀念上 我們都要知道 他說 爸爸近來的同學出貓 默書偷看 我說 你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好嗎 你做好自己 後面的也是 左邊的也是 那爸爸怎麼樣 如果當時你兒子 你女兒這樣問你 你會怎樣 人家沒有自己 別管自己 別管別人 有個說得不錯 我現在都一直記住 多人做的事 未必是對的 你只要跟進那個自然的道法 那就覺得很好了 如果別人問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因為別人的教養不夠你好,他認識得不夠深 你認識得深的,所以你要守好自己的本分 你是學生的,就做了學生的本分 如果前後左右的人偷看的,多人做一件事未必是對的 所以就是這樣 書在終點站,其實我們都一定要認識這個情況 這張是黑漫漫的,這個比較簡短的情況 而經過這樣多年的陪伴兒子女的教學 自己也一定要成長,因爲經過弟子規限進到家 聖言也有學習 古語有運 以前古書時 古語有運 古語有運 若要養而安,三分姬和寒 古語有運 若要養而安,三分姬和寒 這是古聖先賢 一個提我們的意思 當時聽到了 聽到就讀了 讀完就三分姬和寒寒寒寒 代表什麼意思呢 當時是完全知道這件事 如果現在化作 古語已經離開幾百年 如果引申 現在進來 下面的幾件事 很值得大家參考 謝謝 現代語 如果化作現在 通俗的文化 講的那一套 謝謝 先講先講 這段片 我不會做的 我叫我女兒做的 我叫我女兒做的 適當的時候 如果有些 爸爸媽媽的子女已經長大 你適當的時候 你要去示虐 不是示虐無睹 示虐 顯示一下你的虐力 爸爸不懂 幫幫忙 去到一些英文的地方 爸爸不懂得看 他覺得他有用 他覺得他有用 他便可以發揮 所以適當的示讓 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你爸爸媽媽 你讓都搞得到 讓都強人的 讓都超人的 他不用搞了 他在你的保護之下 他在你的保護之下 他就變了 你要想他 比你更加優秀 更加聰明 你多聰明都好 適當的時候 你的示讓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陪伴方法 他說 言語有韻 想要孩子身體好 八分就飽數吃 只要吃到八分飽 已經是一個相當不錯的 八分之後 留兩分做甚麼呢 我們那裏就是 八分飽數吃 兩分助人好 健康快樂 沒有煩惱 所以 如果他們在家 可以吃素食 一日三餐之內 最好都有一餐 可以去素食 讓他們慢慢習慣 這個素食 素食是可以很豐富的 好了 再下一段 是 是 想要孩子福慧獎 五分加勤 是 第一次就八分 第二次呢 想要孩子的福慧 福慧就是 其實上天 每一個小朋友 下來的時候 都有一本 都有一本傳輯的 就是福氣寶 如果福氣寶用完 其實都很好 最重要的 要小心點 那個時候 想要孩子福慧獎 五分 加勤士 這就是 家勤士當然是 幫家做事 洗碗 拖地 還有摺衣 其實 知不知為何一定要做家勤士 你有沒有回答給我呢 每個人都說想自己的小朋友 你不用幫忙了 你自己讀好自己的書就可以了 但我們一定要做家勤士 知道為什麼呢 有些人說 讓他多些認識 讓他做好事要懂 昨天有個姐姐跟我說 他二十五歲才懂 煲水 真的 這個情況 他二十五歲才懂 煲水 那 那個 治理能力很低 昨天跟兒子去喝茶 他那個茶壺很重 他不懂得針茶給他 不加 你不要讓他針 你叫他針 讓他學習一下 怎樣去做 沒有水了 你去加水 他加 原來那個壺是空的 你不讓他做過 他完全不知道 你一定要讓他做過 是我們大用剝術 但他太厲害了 所以 五分加勤士 這個其實我剛才說的 都不是重點 就是 家裏是一個成長的地方 亦都是一個很重要付出的地方 你讓他做完 他連最基本能夠付出的地方都沒有 是吧 家裏是接受你的愛 接受他成長的地方 但是家裏也是一個 他能夠最容易付出的地方 你要他能夠 學習怎樣去付出 那就由身邊的事情做他 一邊付出 一邊他又掌知識 那是不是一句兩句 這個是絕對 絕對是需要 需要注意的 好 那最後一段的就是 三分了 八分五分 最後一段就是三分 好師兄麻煩 八分 想要孩子 幸福背 想要孩子 這一生 都是幸福的 後面這句話很殘忍 三分就是好命救 三分好命救 三分好命救就是 現在給他 現在給他辛苦一點 那他以後呢 就會更加好命 對不對 如果你全部給他 到君不見 十幾二十歲 已經享受所有的人 天福報 父母給他 那些 他都 他都 對他來說 感恩 付出 什麼來的 除非你真的能夠 覺得你能夠 供養到他 供養到他死 供養到他死 供養到他腦 但一定首要條件 就是要長命過他 這個其實是 是 是 不存在的 所以就是說 這個 我想得好 想要孩子 幸福背 三分好命救 正正對應了 上面一句 三分飢和寒 就是說 我們是 要 給他少少 飢餓 給他少少 寒冷 那 就 安了 就安了 對不對 那你想他幸福呢 現在 特別現在 這麼公道 物質條件的情況下 不要給他一個 太過 好的 有少少 有少少 造質的 但是 這個造質 大家都會愛自己的小朋友 也都會愛自己的孫子 那些下一代 但是 愛是一件事 你要愛他之後 那些人要愛他的慧命 如果你給他太多 他的慧命 就在你手上斷了 這個就是 三分好命救的一個 因為你要放大來看 他現在 他現在受苦一點 他以後大了出來社會 我們八年 我們年紀老的時候 他都能夠獨立 承擔他一個 的情況 好 那我講多一點的話題 有哪些家長的子女是18歲以上 18歲以上 一兩個 十歲以下的呢 十歲以下的呢 十歲以下的 好 好 好 這一段 這一段我沒有講 不過我覺得是挺好的 就是一直以來我也是 啊 剛才 剛才我講過一件事 說二十五歲之後 二十五歲的時候 那位太太 都說 因為慢慢離開了 她之後 知識開始 什麼叫做煲水 其實現在 說煲水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一按鍵 一按鍵就轉了 他就啪了 他已經滾了 你叫他去煲 其實是沒有機會的 所以呢 我女兒那時候 很小時候 我已經叫他 煲個公仔麵 煲個公仔麵 自己吃 煲公仔麵 事少 打開蓋子 給4.6 就是這個才是學習 是有點殘忍的 但是 你那個 在煲公仔麵 蓋子蓋子蓋子 當你開蓋子的時候 那一下 熱蒸氣 是最容易燙到人的 這樣呢 你就要求他煮麵 要求煮麵 自己吃 他自己吃 他自己吃 當然你累的時候 你晚上回來的時候 你幫我煮麵 爸爸肚子餓 他馬上煮給你 那這些功夫 其實是否應該要適落 那 在他18歲的時候 都不用 但在16歲的時候 我們和他玩遊戲 這個遊戲 如果你家裏有些 15、16歲 他都要玩遊戲 但你之前 你一定要他認識一點 做一點自己的自理能力 你家沒有的 話說 一個早上 星期日 如果爸爸媽媽 不用出門的 在家裡的 總之一家幾口 我多數 我給我二百元 給我女兒 二百元給我女兒 我女兒 你幫我搞定家裡 今天的一家四口 早五晚三餐 我搞定她 爸爸媽媽今天 動不了 不想做了 今天突然間 要放假了 那這二百元 總之 你有規定的 二百元到尾 你有剩下的 你自己放下桌子 不用打褲子 你自己放下桌子 沒有的 父母又變不出來 沒有錢 你自己放下桌子 那女兒知道之後 如果她 早上、下午、晚上 都吃白粥的 那你開心嗎 其實挺開心的 因為她 她只能把米拿到十塊 去買 其實有時候說 這個女兒 也不怕她用 不怕她洗錢 不抹腳 是嗎 但是 如果 你給了她之後 我今天早上做菜 不煮 我叫外賣 八五元 八五元 叫外賣送過來 那現在五十塊 你都說明了 沒得給 下午夜晚沒得吃 爸爸媽媽陪你一齊 沒得吃 那 如果她買 她早上去買外賣 那她剩下的錢 那她剩下的錢 她亦都可以繼續 即是說 她要支付下午和夜晚 那裡 那你又在那裡 她也看到她用錢的態度 她是很謹慎地用的 三餐白粥 還是早上已經拼了錢 只剩下二十塊 二十塊 怎麼算呢 都說明了 今天我們 今天的用量是二百塊 沒有的 就大家捱到十二點睡覺 哈哈哈哈 那 是 之前 膽大以後 有些東西 家裡不會有這麼多 不會有這麼多食物 那 但是 一開始 就是 如果她喜歡買菜 回來煮的 當然你很開心 她肯主動去買 但是有一個問題 她煮什麼 你要吃什麼 你不要指望她說很難吃 那第一次呢 我女兒就是 腩菜炒河粉 哈哈 哇 夠細黑了 哈哈哈哈 這樣 那 那 熟就好 煮得好吃 好吃 那 今時今日 她已經 今時今日 她已經能夠自己煮 自己的料理 那其實 都是靠 都是要我們 慢慢的 一定的陪伴 那 所以呢 就是 如果你家裡有些子女 是大過了少許的 那 又有一些 技能的 可以用這個 一日的 一日的 油去給她 那 爸爸媽媽 都沒有什麼約會 不需要出去 那 就 早上五晚三餐 那 你可以能夠看到她 用錢的態度 甚至 可以她出去買菜 她知道買菜的 新爐 媽媽每天拐些菜 還有 知道 四十元一斤菜 還是十五元一斤菜 這個全部 她都能夠 在一個 看到一個方向 那 其實 在我們 以前香港的時候 其實 我們每天都在做這些事 對吧 其實 當我們做小時候 爸爸媽媽每天都要我們做這些事 因為我們那時候 爸爸媽媽做的 我們要回去遲 我們要運時家 照顧弟妹 現在已經沒有這些條件 現在已經是獨森子女 還有家裡有姐姐 給她一張卡 全部解釋了 其實我們大人已經剝術了很多的生活的空間 所以如果可以的 就盡量跟她 用這個生活的體驗 最重要的是她住什麼 你吃什麼 雪櫃要空空如雅 這樣就好些了 你知道她是用慣錢 一定是很謹慎地用錢 就算她以後走得遠 你自己的心都放心 這些都放心 對吧 這是另外一個題目 或者是 想要孩子幸福輩 三分好命救 當你做到 有點鍛鍊的時候 到她待十八九歲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 有相當獨立的能力 而且就是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 在讀弟子規那裡 當時她是六八歲 當讀到現在十八歲 我們弟子規一直都沒有離開過 我們家 就算我們現在熟到很熟 其實初一十五 我們都很要求我們自己 在家裡讀弟子規 因為我發覺 我沒有讀一段時間之後 家裡會爭拗了 我又不是說怪力亂神的事情 但我再讀弟子規 每一個人的心 就會沒有那麼浮動 就會定起來 和諧的情況 就會更加穩固 這是我一個小小的分享 可以出去了 好 各位先 好 各位先 那 再 還有什麼說 不如先看一段影片 好嗎 好 看一段影片大家沒有那麼悶 但這段影片我覺得是相當不錯 不如先看一段影片 不如先看一段影片 那位是零零尾的 麻煩 對了 零零尾的那段影片 不如先看一段影片 不如先分享一下 好 人 人生覆和無常 我們今天有多長 大家都不知道 有些事都是早點說好 二 我是你的爸爸 那些事我不跟你說 沒有人會跟你說 三 這個被門路所記載的 都是我慘痛得回來的人生經驗 告訴你 想為你省回一些冤枉的路 以下就是你要記住的事 一 對你不好的人 你不要太計劃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有意無意對你好 除了我和你麻煩之外 至於那些對你好的人 你除了懂得感恩 多謝之外 都要服他一些 因為每一個人做每一件事 總有一個原因 他做你好 未必是因為喜歡你 搞清楚 不用太怕 對方當作真笨 沒有人是不能代替 沒有東西是必須容忍 明白了這一點 將來你身邊的人不要你 或者失去世界上最愛的一切的時候 你應該明白 這個不是什麼大不連的事 三 生命是短暫 今天你還在浪費生命 明天你發覺生命已經越來越來越 越早珍惜生命 你享受生命的日子去年度 與其盼顏長生 倒不如早點享受 世上沒有罪愛這件事 愛情只是一種雜時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 絕對會隨著時日 心境而改變 如果你的罪愛離開你 請內心等候一下 讓時日慢慢充實 讓心靈慢慢沉澱 你的苦痛就會慢慢淡化 不要過分憧憬愛情的你 不要過分誇大失言的悲 五 雖然很多成功人士都沒有讀過很多書 不過不等於不用功讀書就一定會成功 要知道用功讀書 讀到的就是你手上的武器 人可以白手興家 但是不可以守無處 謹記 六 你可以要求自己守信 但是不可以要求別人的守信 你可以對人好 但是不可以期待別人一定會對你好 你怎樣對別人 不等於別人會怎樣對你 看不透你一點才會討天法 最後 親人只有一次的緣分 在你一輩子 無論我和你相處多久 都請你好好珍惜 到下一輩子 無論愛或者不愛 都不會再厭 好 可以繼續播完這一段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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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种生命的期许 只不过让人生不要走那么多冤枉的路 他刚刚说了这一段 其实在弟子规里 他说了很多事情 如果你是在身体力行弟子规 其实你的人生不会走得太多冤枉路 君不见有些很厉害 但是他有时走过整个人生 他走过20年 都走回到起步点 走了很多冤枉路 但是如果你是在家里引入了弟子规 那你在每一样东西都会有一个规律 那你就会 你自己的家里 甚至你自己都会少走很多冤枉路 怎么说好呢 刚才又 因为我比较零碎 实际不好意思 那里 刚才 因为弟子规里 也有教我们用了一个很谦卑的态度 去 因为现在 其实 讲谦卑其实不容易 现在我们多数学坠头 不学低头 就更加不要学砖头 那其实牽碑的重要性去到哪里呢 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体验 就是说 其实 在学校那里是教知识 但是在牽碑那里 如果你是要终身学习的 我就 喜欢写无不止 那我在向着那位老师学习 其实我用了一年 向那位老师学习之后 我就已经能够有作品 参加老师的书画展 那 就是有些同学 就学了两年到三年 都未能够去 有作品去参加老师的书画展 那些师姐又问 师兄你是不是学了很多年了 是不是以前学了很久 其实我说 我还没学过 这位老师是我正正第一位 我根据学到的老师 那我说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情况 去学到的 那我说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我突然想一件事 因为我对着那位有得行的老师 他每说一句 他每说一句 我都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学习 那我自己都不知道 原来我在一年之内 我已经能够学到他的东西 其他一些可能用两年到三年才能学到 我想请问你 如果是用中生学习的一个跑线来说 哪个赢呢 他是一年那个能够赢 因为一年那个他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向老师学习 好了 那你如果小朋友 甚至是自己 都是属于一个中生学习的情况 那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原来是能够为你争取到 为自己能够争取到更加多的时间 那这样 其实这个谦卑的心 当你觉得弯腰鞠躬的时候 你觉得吃虧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 你已经是赚了 赚到你已经 赚到要嘔吐了 所以就说 谦卑的态度绝对重要 我经常在过关的时候 在国内过关的时候 有个问题就是 经常都不开那扇门 因为我知道那些电眼是射别人的两个眼 所以他要开门 我知道之后 我刺到他 我都跌下了一脚 跌下了一脚 前面的机会过不到的 去到我那里 他很自然就会开门 原来过关那些机 都要你 都要你屈低少少腰 来做一个谦卑的态度 那那个机 就能够detect到你两边的眼的距离 完全没有难度 当然 你这样看着 那部机 那部机当然不理你 所以就是 谦卑的弯腰力量 是相当之重要的 那就是 那就是 刚才 刚才 讲到 有一段个小朋友 是抹学的 子 一直以来 看到了弟子规 之后 那个弟子规 也没有离开过家 那 力行 也是在家里力行弟子规 那 其实 变得很少烦恼 因为 第一 两夫妻都买交的 很感恩 因为 其实 有些事情要跟师兄 跟男士说 因为 因为 有些事情要因果要清楚 那你 你坐着老婆回来 你会变成了黄面婆 其实 黄面婆 因为有些人说 你家里是黄面婆 其实我在想 我家师姐 从来不做黄面婆 她说 你叫你太太 别人叫你的太太 做黄面婆 人家嫁你的时候 花容月貌 嫁了给你之后 就做了黄面婆 那你要问下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想一想去 因为 因为圣贤那个教会就说 她行有不得反求忠己 她嫁给你之后 就做黄面婆 所以想爱得他不够 相爱得你老婆 你家里有一定是黄面婆 这样 不是饱养得好 Payham 所以當你想到這件事,在家裡就會變成一個完全和諧的情況 太太和我,因為你還要用很多精神去對外面的工作 我自己有父母,他自己也有爸爸媽媽 你還要花這些精神去面對這些問題,還有子女的教學 如果你兩夫妻是同一個方向去走,事情就比較容易處理 特別是很著重家庭的過癌 就一定要由勤勤弟子規開始入手 甚至我跟朋友一起去吃飯的時候,哪個給少一點呢? 很難說,但弟子規有說過,是嗎? 他說過一句,貴分曉,是嗎? 凡取與貴分曉,如而多,取而少 原來你一句已經說完,你不用不好意思了 因為聖言已經有一個教給我們一個準則 要去到錢的時候,大家要說得比較分明 不要猜猜猜猜 其實很多在我們的長輩一早已經跟我們說了 只不過是太過零碎 在弟子規不斷地提醒你去做好這個歷行 還有說到家裡的情況 就是因為一回到家裡,兒子第一個開門 放到袋子給你,針杯水給你 這個其實都有做的 因為不容易的,可能他們只是過來打機 如果他可以針水給你,絕對是好事 還有呢,我們要求在家裡勤弟子規 因為我已經做了一段長時間 可能有少少理所當然 但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吃飯的時候,我們大家坐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很尊重說第一塊菜就是… 實際上看到第一塊菜永遠夾到自己的嘴裡的命 不是,第一塊菜夾到爸爸媽媽的碗裡 爸爸媽媽再夾到給你,是一件事 但是,要自己的小朋友第一塊菜夾到他爸爸媽媽的碗裡 因為,這麼多位男士,這麼多位女士 出去做事,都是想維持一個很好的家裡 一個和諧的家裡,一個有物資的家裡 出去做事,小朋友回來吃飯 那麼第一塊菜是不是 他應該是塞在自己的嘴裡裡 還是收到你的碗裡裡 那麼,有個師兄在問著 有什麼那麼重要啊? 有什麼那麼重要啊? 有什麼禮物 其實,我跟他說了 我為什麼想起這件事 我請問你,他以後出來做事 你想不想他幫忙,交一下家裡的電費 交一下家裡的開支 第一塊菜,出了一塊糧 都可以買個禮物送給爸爸媽媽媽 不是,出了一塊糧,第一件事是買給自己 因為買給自己的女朋友 所以我們要從自己的生活小習慣那裡開始 不管他是在吃飯那裡 還有是,現在比較難教一些的 你們也要的 如果打電話,家裡有電話的 你第一個有什麼 問哪位 其實這是一個家裡的比較好 喂,你好嗎?你好嗎? 請問問哪位 但我從來沒有教的 我從來沒有教的 因為我和家師姐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他是比較跟得緊的 朋友過來探望你家裡 探望你之後 再見 然後關上門 其實真的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是探望別人的 你穿了鞋子 走了出去之後 過了門 其實真的有些很難 很難 我們就說 你怎樣都要穿拖鞋 送到人家去電梯口 電梯關上門 人家的心又亂 你自己只能走多一步 這樣就保持一個良好的 良好的 良好的家風 也是良好的家規 如果不是 你家裡沒有家規 就離譜了 家裡沒有家規 就離譜了 所以這個 你家裡的家規 一定要你和先生 有一個共同的方向去 去編織不成 沒有抱你 還有少許零碎的 都沒有 都沒有 一邊講的 一邊 那就是 對了 那個 剛才看到那個小朋友 就是我兒子 那是 那是 現在都是 他 剛才說到夾送那裡 他夾給爸爸媽媽 那也都說到家裡 他要做家務 那也是一個學習 怎樣去付出 那現在其實有很多 年青人都會 他在自己的世界裡 可以 讀完書 可以不出來 不懂 怎樣去 出來 應對這個社會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給他一個付出的機會 就可以了 只要你 不過這個付出 是多與少 你只要那個 那位 小朋友 那位 青年人 願意付出的 那他又 會有改變的空間 為什麼呢 因為 當你不付出的時候 不好意思 如果有心做你貴人的人 都 都見不到你 如果你可以去做 可以去做義工的 可以去做志工的 那除了那邊 除了去那些三部中心 我們的善知識 又多 那可能 那些貴人 亦都多 啊 為什麼呢 因為 是 爸爸媽媽 其實很難 很難教好自己的小朋友 很難教好 因為 那些小孩子 永遠都是摸著 爸爸媽媽 已經知道了 那麼 他做得你的子女 一定有些 有些恩怨 有些恩怨 才能做到你的子女 所以以前 古聖先賢 一些很德行的老師 自己的小朋友 他教到自己的小朋友 就教不到自己 教到別人的小朋友 教不到自己一個 因為那個業力的牽引 他沒有那個業力 做不到自己的子女 那好了 你懂得教人 但是自己的子女 你可能教不到 那你做父母的 是否希望他能夠 身邊多些貴人 對嗎 對嗎 這樣 就 多些去付出 多些去善知識 那裡 他自然會有 很多貴人 去幫他 所以就是 那時候 我都不太明白 那時候 為何說 一些很敗的老師 很厲害的老師 自己都教不到自己的子女 一定要推給其他人 原來有自己的熱力牽引 那你不教自己一個 那你就可以用心去教其他 那還有一件事 是說 教不聽的 對呀 有時想心一層 十三歲 你想去聽是很難的 十三歲 十三、四歲 小朋友是不聽的 但是他喜歡偷聽 你想他有個很好的 他的價值觀、人生觀 你和你先生 在家裡的時候 聊一些事情 他很喜歡聽父母說什麼 你掩他 他不聽就掉下來 但是他喜歡聽 你和太太在那裡 字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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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到我喜歡聽這件事 我和太太多說一些 比較正確正念 正觀念 是在潛移默化之下 不知他聽了多少 但是他的價值觀 就相當之 就很容易會去 因為你和你太太的價值觀 已經 已經是正了 他的價值觀 就不會因為電視 而會有所偏差 因為我自從 開了遞智規之後 我家裡已經很久沒有開電視了 那些恩怨情仇、愛恨前面 無線那些 其實我已經沒有看了 初時是對家俊來說 其實是很不習慣的 嘩 我回家看新聞之後 然後看電視 特別無線那些 很容易入腦 很容易 但是 不要緊 你 看新聞 看完新聞之後就關 然後就播 把館第四龜 在桌子上 自己有空看看 再有自己有時間 播段片 自己 浪浪上口 你一定有得著的 因為很多股性先賢 是習習這個 弟子規的 難聽一點 真是說這一句 因為我是國內人 你少行人生的冤枉路 你那些子女都少行人生的冤枉路 加上你家裡 100%會和諧 這個就是 當你和諧了之後 其實就是 你 那 怎樣 第一件事 雖然是零碎一點 但是第一件事 就是 你和你太太說話的時候 大家都說 OK 但是大家 學到佛法之後 大家有一個 是不怨人的態度 那你不怨人之後 那你的子女 也是學到 不容易怨人 你看到 你在電視機上 看 很容易 很容易 去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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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圓圓圓地 好了 那 其實還有一些 那 不如說說 在弟子規裡 我讀了之後 引入了家裡 那 我女兒 大了少少 那時候是十歲 當然 她 會有社會 和學生 和學校的 同輩的影響 你說 立刻好嗎 其實不可以的 一定要在家裡慢慢潛移密化 來做你家裡的家封 因為你家裡的家封 家規 已經很久沒有 又沒有去到建成 相當之 有一段時間 但是 有相當好的效果 話說 她在十一歲的時候 有一個暑假 我就 就知道 是有一個 弟子規生活型 在那時候 她讀書的時候 我都在想 她 做她爸爸的時候 說 Media最好 是跟香港的教育好 還是跟 國內那個 不是國內主流學校 因為國內有很多 有很多 師 師 師熟學校 師逼還是師熟 師熟 師熟的學校 她自己是 去教的 我也去那裡看過 認識了之後 她剛好 那裡辦了一個月的 弟子規生活型 話說 那時候我女兒就是 十一歲 認識那位 只是認識那邊的主持 即是我們認識她的高醫師 我們絕對對她 是有一個信心的 那時候我認識那位 那位的修行人士 那她說 暑假 她說 她要辦一個 一個月的營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興趣 那我就 我說 好啊 不問價錢 也都不 也都不問去哪裏 也都不問做什麽 那便 只是相信那位 那位的 那位 那位 那位居士 那 當然 她 有講經說法一段時間 所以我絕對相信她 那 那 我提及那一天 我送回我的女兒去 暑假前 送她去那層房子 大家招去哪裏 去鄉間那裡那裡 去到那裏 大家都認識大家 我女兒 complac了 爸爸同步 陪你去 那堂已有同學 和你一起 一起玩 一招就是看著我 沒不懂 那 今天 有些同學很禮貌,端了一杯水給我女兒 端了一杯水,有少許動作,但心已經定了 之後做爸爸,跟各位主持,寒圈了之後 主持就說不准帶手機,去哪裡不說,做什麼不說 你只是相信她是一個月的弟子規訓練營 我說好,因為我是絕對相信各位的 談完之後,我看見女兒的情緒不是很飄,不是很浮的時候 到我浮了,因為我做爸爸,我滴著兩個眼淚想走 我走的時候,我不敢轉頭去看女兒,因為我怕她要求救她眼神 她要求救她眼神,我就抓她回來,說不要去了,不要去了 爸爸,不知道你去哪裡了,我怕沒有了女兒 就不轉頭,就衝到電梯,一個月後回來接那個女兒 以下就有一些影片,是很零碎的,因為是老師影的 就有一些是可以的,是弟子規生活營 好,感恩師兄,那是那個弟子規生活營那個 好,麻煩你關一關,前面的單,很感恩,感恩 一開始,你見這裡是有弟子規的,那她呢,這個圖中的 最大份的就是我的女兒,那時候,學生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當然,有深圳,有新加坡,也有馬來西亞 所以,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語言都不認識 我看著她,走不走好呢,因為走就出事了,走了 所以,做父母有時某程度上都要忍心,不過要忍心得有智慧 好,第二張,麻煩你,開始之前,她們就有一個弟子規的 她是最後一個入營,所以你發覺她的頭髮沒有剪的 入營的時候,是要剪的,是要剪到這麼短,因為她很打你 好,第二張,這一張,就是 她是去哪裏呢,搭火車,但去哪裏呢,不知道 好了,因為有一個老師和幾個家長熱心幫助她們 因為在田裏也有危險,要照顧她們的食物,也要幫忙 家長也是義工老師發心的,所以後期就知道 然後有兩三個大人去看著她,要不然有個肚子 原來裡面是個無底心潭的,因為我們少接觸,因為不認識那個環境 好,第二張,好,去到那裏呢,其實一行列是排二腿的 前面有一位大姐姐是跟著她們走的,她們就來一個叫做龍蟬生活營的 龍蟬生活營的,她們有一個原意,就叫做,跟我們師傅說的情況 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吃,那你一日,今天要做一日,做一日,你就可以吃 你不做一日,你就可以吃,你不做一日,你就可以吃 好,繼續,繼續下章 那你見她們呢,帶著她們去香港,因為現在我們整次的環境 說好,又是好,說不好的,又是不好 你們有個書包,一個書包用了多少年了? 會不會交給弟弟?會不會交給他? 以前我們,雖然是物資條件不好,但以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因為我們懂得我們那些物命的利用,一代傳一代,我們很珍惜每一件事 所以她當時看到她的環境也是這樣,但這個環境是最好培養小孩的地方 你見不見她手握著一些樹枝?前面那個,一個拖個拖個拖個,很嚇張,麻煩你 她們其實是撿樹枝的,撿樹枝是甚麼呢?煮飯 小的就撿樹枝,大的呢?大的就好,找一些樹枝掉下來敷光了 拉回來,很遠的拉回來,拉回來之後,麻煩你破開它 好,第二章,這個題字呢,就是… 這個是跟我女兒童年的,就是她倒了一杯水給我女兒,我女兒就定了 如果不是她,我女兒就扯著我不放了 好,第二章,這樣就對了,因為這些地方都要注意安全的 那一行人呢,好,第二章,麻煩你 這些就是她們的生活照 好,第二章 那這個呢,就是… 你見到那棵樹嗎? 那他們個個是無所事事的喔,無所事事 無所事事有甚麼做,那就別做了,那就別吃了 你不要處理它,我累了整個月,我就沒有柴燒了 我就沒有東西要搞了,那你都要吃的喔 因他們告訴我們,我們家裡是否插著電階也有電,它很有火 不是你們所當然的,是嗎?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天秘,我們要有些東西要動法自然 这些小朋友在想,破大破小了, 第二张,继续第二张, 这些都是东本的小朋友, 一边做一边认识, 第二张,后面是干一点, 前面小的就执一些小的, 能力强的就执一些大支的, 你都要男生,你都要让他动动, 如果不是男生,他都要精力发泄, 那就弃柴好,我扔砖头了, 第二张, 一开始他们在前面的院刮松一些泥, 就是种萝卜, 种萝卜特略他们有收成的, 因为他不知道那些是怎样种出来的, 虽然不是食物的主要供应, 种不像的, 但是他走的时候, 他走的时候, 最后拿了那些萝卜来煲汤, 煲汤大家一起喝, 他像个喝过这么甜的东西, 自己种的, 口地真, 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这位就是大位主持人, 一群小朋友, 就认识什么叫做乐田耕种, 但认识这一个就不是, 就不是, 一天半天的了, 他说你在这里三十天, 三十天, 这位在哪里说, 和隔离那些乡亲聊天, 他们的半套话, 不明白, 搞定, 没得走, 真的, 电话就没了, 这张照片是后期拍回来给我们的, 好, 第二张, 他们一直都是,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城市的小朋友, 都是一些嬌生惯有, 但也是他们父母很有智慧, 认识了弟子规之后, 觉得他们是需要做一些比较, 即是不要, 一些, 勤劳一点的工作, 是不是, 即是听我说过, 三分好命够, 你现在不要他, 先不要这么好命, 以后就有好一点的将来, 好, 第二张, 这一群同学, 又大又小, 拿着个年刀, 起码你叫他拿年刀, 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是不是, 派小薯仔, 知不知道,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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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一张, 这些小朋友呢, 也是有自己, 要自己, 要自己, 不容易的, 现在这些小朋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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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买, 买这些条件吗? 很难买的, 对不对? 好, 第二张, 他们有些去除草, 当中也有家长, 有两个家长是发心的, 他不用去煮菜的时候, 他就走进去, 他看了小朋友, 不要走失, 安全情况也是可以的, 好, 第二张, 好, 第二张, 好, 下张, 好, 下张, 好, 下张, 那, 你没有发觉, 他全口都光了头, 容易一点, 一会你会知道, 为什么要光头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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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很小的, 但他父母, 他很放心, 给他过去的, 这些父母, 一来就, 真是很爱他的慧命, 第二来就很有智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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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张, 好, 继续, 第二张, 第二张, 好, 第二张, 哈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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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男孩, 男孩就是这一堆老, 好, 继续, 好, 好, 继续, 这些片, 就是, 拍摄他附近的地方, 就是告诉他, 没有公路的, 不要走啦, 甚至无门的, 后来有一堆公安来了, 后来有一堆公安来了, 公安在那里, 因为奇怪, 突然间有那么多小朋友,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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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那里, 解释完之后, 然后就送他们回来, 因为他们都知道, 原来他们是扮演一个, 第四规教育员, 原来很多内地公安都很认同这个机构, 认同这个文化,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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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就是, 再话说一点点, 我女儿就去到, 夜不刻, 夜不刻去到那里, 那里, 什么环境呢? 打开那道门, 木门, 嘶, 猪猪王, 没床, 只有那些, 那些,那些山板, 桥板凳, 还有几张的木板, 睡吧, 想都没想过, 那时候, 有东西了, 附近, 连什么都看不到, 只有桥板凳, 和那些板, 他说, 没办法, 实际上迫来, 夹手夹脚, 掃了一层, 把桥板做好, 然后, 铺一张, 铺一张, 那些, 不是很漂亮的那些板, 就睡了, 第一天, 他说, 搞不到, 搞不到蚊网的, 因为已经很晚了, 去到那里, 好, 继续, 好, 下张, 麻烦, 这就是那里, 好, 下一张, 下一张, 好, 继续, 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 你不想问我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哪里, 没得知, 好,继续, 继续, 继续, 好, 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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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下一张, 这是老师, 他自己, 在清闲的时候, 摁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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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 他会把父母抵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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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远一点, 哈哈, 下一张, 好, 好, 下一张, 好, 下一张, 好, 下张, 好, 到他入夜之后, 男生就在外面, 那些女同學,大家坐在一起,他們要自己洗衣服 你會發現後面自己一個盆,你自己搞定 衣服放在盆上,沒有洗衣機,沒有人幫忙 你自己洗衣服,還好笑,他們要洗澡 三個女生一個桶,洗手間,你自己洗 三個女生一個桶,沒有很多 你自己擦眼也好,你自己淋水也好 因為那個裸水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他們三個人就用一個桶,就進去洗澡 當然,我們真的不是租質的 不過讓他們知道,我們在城市理所當然得來的水 開水和流水有水,其實真的不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要珍惜每一樣大自然給我們的資源 藉著三個人洗衣服,他們就知道原來水沒有水 原來感激貴的 你不讓他們嘗試,現在的小朋友在九個字都不出來 那怎麼辦呢?當然,所以一定要給他們體驗 好,下一張 這個底下有點激動 好,二姐 好,下一張 好,之後四、五張都會飛 是老師夜晚拍的星星來的 可以飛 好,這裡的 然後到早上起床之後 他們會背讀經典 首要是遞智規,然後是孝經 然後他們是… 你見過他們是… 大家排過來,第二張 第二張 那他們呢,大家會排過來坐 其實他們的條件都不錯 因為他們不是像中那麼荒山的 他們是一個… 那麼他們才會… 這個主持人呢,大家會去讀那個經典 因為他們每一天知道… 等於是… 到完遞智規之後才會去做事 那當他們人多,有爭吵的時候 如果那個老師就拿遞智規出來說 那大家… 不是分事喔,不是分事 說出來,看看他們自己能不能夠相見對應到 那麼… 當這個遞智規在他們進入了他們之後 他們那個… 他們都不會… 他們都不會… 不會吵架… 不會吵架的 因為… 因為… 因為他們其實… 因為… 因為… 虎姓思前最… 最主要那樣東西就是… 和諧嘛 是吧 好,第二張 這個… 他叫每一位… 小朋友都要出來背仲的 其實很… 很容易的 因為如果你熟了之後 其實已經是… 浪浪上口的 是吧 好,第二張 我女兒坐在族門口,當時可以來自新加坡,現在都有聯絡,當時做爸爸,如果我轉頭接她走,今天就沒有人家比較健全的女兒 好,第二張,繼續,這裏,夠破舊了吧,這裏旁邊就是她們的臥室,當然男生也有臥室,女生也有臥室 她們是故意沒有什麼修整的,讓她知道你家的高床戀場不是理所當然的,只不過是爸爸媽媽和你鋪了一個好的環境給你 來到這裏,這群小朋友最大發得著的就是一個感恩的心,因為她跟家完全不同,家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你對照後真的要感恩父母,好,第二張,好,繼續,因為要照顧她們也不容易 是,繼續,第二張,小朋友就撿樹枝了,因為撿完樹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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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驟要做什麼 知不知道,撿完樹枝,撿完樹枝,撿完樹枝,然後呢?其實要曬的,他們曬的,曬乾了後便沒有煙 你不曬的,你不曬的,整個都是煙,她不做過,不知道的,好,繼續 因為這樣的地方,你要顧及她們安全,走失了,不知道怎樣陪回父母,所以安全 先進行,好,第二張,好,第二張,這個,這個,這一個呢,這一個呢,這一個呢,這個呢,他呢,他是做老師的,那他是19歲,他過來呢 亦是义工, 第二张, 他担是什么呢? 不是水来的, 便便, 他们是实行农蟬生活的, 如果你担过, 不容易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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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张, 他们建立了友谊, 在第一星期之后, 因为第一星期都想离开, 但离开不动, 继续, 第二张, 第二, 继续, 纳姆迪斯基看有的, 但他们是看中华, 传统文化的他通片, 让他们有点丰富, 所以, 不断绝了, 外面的, 情愁的, 比较污染的片, 后面的衣服, 自己来的,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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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心痛点, 任何人也不心痛, 继续, 这三个都全部他们, 其实我们是一个, 做一个比较黑冷的环境来给他们, 其实我们真的, 要爱他们为名, 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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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热的那时候, 所以不用煲水洗澡的, 因为如果我们煲水洗澡, 要继续很多木炭的了, 继续了, 不是特性游戏的了, 好,继续, 好,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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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主持人, 这位老师, 其实都是他自己, 都有落田耕做的, 他一样是身体力行的, 好,继续, 继续, 好,继续, 继续, 这个也很忙, 因为他们有集合在一起, 是体性研教学的, 好,继续, 继续, 继续, 好,继续, 因为他们是, 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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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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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已经下雨了, 好,继续, 因为他在整个月时间, 所以也有下雨的情况, 下雨就不能出去, 下雨就不能出去, 停了, 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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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这里了, 这就是他们的饭塘来的, 这些台称在这里了, 其实, 如果你是大一点年纪呢, 其实有一个很不错的情况, 就是你学会怎么去测试, 因为不容易的, 好,下一张, 下一张, 继续, 继续, 有些破旧, 叫你自己在这里一个月都不容易 好 继续 继续 好 下一张 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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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刚才那位 想做老师的位置 开始去学如何透露 因为他本身没有如火 好 下一张 很容易 容易吗 不容易 那些人等着吃饭 你点击你都不穿的 哈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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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这个是 因为你去到这黑烂的环境 你就知道现在的生活 是提供得挺好给你 好 下一张 这位是其中一位家长的 他帮忙做主菜的 他也是照顾学员的 好 下一张 好 下一张 那这里就是 他开始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是 在外面 外面有个小地方 好 下一张 好 下一张 好 下一张 那些大姐姐 会帮忙 和那些小的 会先尿理好 是吧 因为小的 因为突然间 没有父母的照顾 他自己的治理 是比较 腫瘦瘦瘦瘦瘦的 所以大姐姐 就会有 照顾他们的义务 好 继续 继续 他们就由小 不犯 去到大的 他们排队 排队 排队 这位大姐姐 就是做班长 好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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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 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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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续 好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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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 这个差不多是他们的每日生活 因为你能够生活到 你能够照顾到柴米油盐吗? 都不容易 是吧? 是吧? 是 那 他们 例如继续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一日不食 他们继续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 每人有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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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小小都能够做到这些 好 下一张 去到下面这边我就不再看了 因为他们 在中途 到尾声 他参观了毛泽东的古居 其实是哪里我都不想 湖南 所以我不知道是哪里是湖南 我都不清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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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在这么多个之中 其实有一个是受不了 有一个受不了 之后 他就刚刚藏了电话 他就打一位给他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是过来的 是过来接他的 接他 他那个老师是很好的 让家长看了那些学员 那位老师就带那位 顶不顺的学员 就走出去路口 就让他爸爸妈妈接手 因为如果这样 他靠给那些学员 有很大的反应 但是 当他接走了 接走了那些学员 其实他就会浪费了 最普贵的那个时刻 那些学员 虽然是 但 那时 好了 到一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后 我们要照顾回小朋友 那位老师就说 在哪一个火车站 搭哪一班车 就会接回小朋友 那时 我都等了一个月 到一个月之后 急不及待 到一个月之后 那时有这照片 那我去接她 原来 很多家长可以等 不过你说 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但回到出来之后 你看到原本的白衣 那些人都会变成黑衣 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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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女儿十八岁 都是六年前的事 那我跟她说 我女儿 爸爸都很想再去探望那位老师 她第一个样东西 我又去 我又去 所以 在一个这样的日子之后 她是锻炼到她对市民的观念 和对事情周遭的正念心 在很多事情未去到誘惑的时候 她已经知道如何破除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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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型的初次是真的 你觉得是很 是很吃虧 但是 之后 我脱下来的 到她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八之后 虽然她是去到反半期 但是 只不过是一段的很小的时间 那就能够 因为 第一 地址 入了我们的家 我们有和她的 那个 那个 沟通的 言语 第二件事 拍了她一次 到下次 真的搞不定 那现在她有时 就 推我弟弟去 她 她说 爸爸一定要有弟弟去 一定要去一次 她说她不是做得到弟弟 她说 她都得着了 很好的 很好的 一个 人生的体验 的经历 她说 其实弟弟也都会有 有了之后 以后能够 令她 以后 克服困难 面对环境 还有其他人 又说 她都能够 一一能够 很容易地 跳过 因为 现在的大环境 是比较容易一些 有个人说 现在的大环境 就是说 你欠什么 你就欠什么 你欠什么 你欠面霜 你擦了我的面霜 你会漂亮 你欠我这个 你吃了这个药膏 你就会健康 现在不断地告诉你 就是你欠 本来你不欠的 都说到你觉得你欠 所以就是这样 有一段片 我觉得 身为一个爸爸 值得好看的片 一个不错的片 就是 因为 帝子规 入了我家 之后 我整个家都和諧 而且 家里少争拗 那 我家好 其实 我家好 其实我不够 如果我家好 因为我家已经OK 就OK了 如果你可以的 那 你好不够 最好 我旁边的 也好 最好 你其他 认识你 那些人 都想她的家 和諧 和諧 上她的家 没有争拗 封条 所以 认识了之后 有一个情况 就是 我们是要 如何赶紧去 赶紧去 赶紧 因为我是得益者 我们就要赶紧如何付出 原来 当你觉得 要拼命去拿益的时候 刚才早上 潘老师都说 你捨得 你捨了之后 然后你才有得 那 譬如我们是大人 那我们又如何去写 我们才有得 其实 说这么多 不管你是大人也好 小朋友也好 只要你是一个 懂得 一个很感恩的人 和一个很愿意 去付出的人 这样就是 你所走的 运往路 所走的 周遭的人生 也都是 很平坦的 那 还有一段片 是 这个小孩不快乐 因为他爸爸很窮 是和我一样的 好 麻烦师兄 播一播 既然是 他做生意 коль性 有练色 他也不让一遍 他会水平均 他也不认为 他非常好 你不想找他 不想找他 我從來沒有看到他 作詞 我会失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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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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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赔给你 是你 是我 你不肯定 为什么我们不肯定 你说我们不肯定 肯定肯定 不关于多少钱 你有 多少钱 你给 某种程度 当你给 你会愿意 我并不愿意 我并不愿意 不愿意 你老大 当我年纪 叫我当你需要金钱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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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有一个男生,他会想起来看到我 她会想起来,她会想起来 我记得有一个男生,他会想起来 他会打开学校 他会把他放在一层的生活中 你父親讲起来,他会认为这些男生 这些男生的男生有一个好优秀 他想把他打得很舒服 但他選擇去工作 所以他能幫助更多人 他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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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不告訴他人 他只是… Selim,我正在追求你 這是你… in recognition of your donations Yes, my name But I didn't do it It's again We want you to know It's from you It's from me It's from me It's from you 在父亲的生命中,我会享受他的生命 像他会想要他 我可以听他说 我认识, being rich, it's not about how much you have but about how much you can give It's not about how much you can give it to you, it's about how much you can give it to you, it's about how much you can give it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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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更加深入一些更加需要光的地方, 原來你發表你的付出是相當之好好的。 今天時間差不多未升, 說多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家長, 每一個父母, 其實我們一定會叫子女去讀好書禮, 有些會讀得很厲害, 有些中途會讀得不厲害, 因為坦白說, 有些不是每個都是天生讀書的材料, 這都是一般的,一定要知道的。 但我們有一件事就是, 假設我們讀完中學, 當我們是車, 讀完中學是一個私家車, 讀完高中是一個小巴, 再讀完大學是一個大的旅遊巴, 因為, 別人都說, 讀了書越多, 找一次越多, 這是正常的。 到了博士生, 已經不是巴士了, 已經很大步的交通工具了。 師傅經常提過我一句, 究竟你的交通工具是載人還是載人? 如果你是一個生存正念, 是一個願意付出的人, 儘管你是單車和私家車, 你都可以能夠載到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是大學生的, 你的生存是好的, 就算你是一個六十座位的旅遊巴, 你都能夠載到很多很需要的人。 但是, 如果你的生存, 人格, 你沒有一個很好的培養, 你就是, 等於是拿一個大的巴士去撞人。 所以, 究竟是, 去撞人, 還是撞人, 大家, 都是對, 自己一個, 和社會也有一個期望。 是的, 今天, 恩平一個小小的, 心得分享, 暫時就到此為止。 感恩各位的聆聽, 好, 感恩,感恩。 謝謝。